《陽光照亮你的心扉》 第二輯 主題二 從羞恥到榮耀 分享主題 新的生命 《約翰福音》十四章十九節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拉維的父親對拉維所說的話 時常都令到他深受傷害 亦將他和其他很聰明的兄弟姐妹相比 他父親經常說 你真是失敗 你讓我們家族蒙羞 這些難聽的話 讓拉維被視為家中的恥辱 他嘗試過在運動方面有所成就 結果他是做到的 但他仍然覺得自己是一個失敗者 他時常都這樣想 我還有什麼前途 他真是一無是處呢 我能不能夠很乾脆地 無痛苦地死了他 這些念頭總是在他的腦海中盤旋 但他沒有跟任何人說 因為他的文化背景 不容許他這樣素苦 傳統認為 男兒流血不流淚 受到委屈也要引起疼成 所以拉維只能夠默默撐住 苦苦掙扎 直到有一天 他自殺不遂 在醫院休養期間 有人帶了一本聖經給他 並且打開 《月韓福音》十四章 《月韓福音》十四章五至十四字這樣說 多馬對他說 主啊我們不知道 你往哪裏去 怎麽知道哪條路呢 耶穌說 我就是道路 真理生命 若不值著我 沒有人能到負那裏去 你們若認識我 也就認識我的負 從今以後 你們認識他 並且已經看見他 弗力對他說 求主將負顯給我們看 我們就知足了 耶穌對他說 弗力 我與你們同在 這樣長久 你還不認識我嗎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你怎麽說 將負顯給我們看呢 我在父裏面 父在我裏面 你不信嗎 我對你們所說的話 不是憑著自己說的 乃是住在我裏面的父 做他自己的事 你們當信我 我在父裏面 父在我裏面 即或不信 也當因我所做的事 信我 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 我所做的事 信我的人也要做 並且要做 比這更大的事 因為我往父那裡去 你們奉我的命 無論求什麼 我必成就 叫父恩兒子得榮耀 你們若奉我的命求什麼 我必成就 這時候 拉圍的母親 為拉圍讀 約翰福音十四章 其中第十九節 她說 耶穌說 因為我活著 你們也要活著 拉圍心裏便想 或者 這就是我僅有的盼望 暫身的生活方式 那就按照 生命之主的意思 而活 因此 拉圍就這樣 託告說 耶穌啊 如果你是 赐下生命的主 並且使生命們 有意義 我也很想 有這樣的生命 生命有時充滿挫敗 但是 如同拉圍一樣 我們可以在耶穌裏面 找到盼望 因為它是 道路真理生命 上帝要賜給我們 風盛滿足的生命 反思 是什麼時候 你感到自己是一無是處 好丟架 甚至有輕生的念頭呢 小秘訣 花時間安靜 舍下自己的天賦和熱情 問一下自己 有什麼事情 讓你感到快樂和有成就感 以及在哪些領域 你具有特別的才幹和能力 找到上帝 設計你的獨特之處 各位朋友 邀請你 我們一起討告 親愛的上帝 生活確實充滿了很多各樣的挑戰 有時候 我感到自己 招架不住 也感到自己 是一個失敗者 求你幫助我 認識自己生命的價值 和意義 找到我人生的副照 奉主名求 阿摩 好多謝你收聽 由寧明日良事公製作 陽光照亮你的心扉第二輯 主題二 從羞恥到榮耀 十篇靈修分享 希望當中的內容能夠幫助你 從羞恥中得醫治 經歷上帝無條件的愛和恩典 如果你喜愛當中的內容 邀請你可以點讚 以及分享和分享 也邀請你可以按下訂閱 繼續收看我們其他的訊息 又或者邀請你可以留言和我們分享 彼此代討 願上帝切福予你